今年的北京车展即将开幕 作为国内乘用车的老大 吉利的高端品牌领克 也将推出一款全新的车型 这款车的代号为DCEE 据悉该车可能会被命名为领克08 虽然目前关于该车的信息很少 但从官方曝光的图片来看 这将是一款极具运动气质的中大型轿车 它的风格继承了领克2017年发布的一款CCC的概念轿车 新车仍然采用的是领克的家族设计 标志性的分体式大灯 激光式的LED日行灯 以及像蛤蟆一样的大嘴 新车车长达到了4850毫米 宽度1980 而轴距也达到了2999毫米 该车最亮眼的就是尾灯组 虽然还是领克惯用的风格 但贯穿式的造型非常特别 立体感很强 辨识度非常的高 该车是一款纯电动车型 搭载的是100千瓦时的电池 0-100公里的加速约在4.5-5秒之间 据悉新车的续航里程有望达到700公里 除此之外 这辆全新的轿跑车 还有无矿车门 前后双电机和空气悬架 等比较潮流的配置 这款新车一旦上市 将会成为领克家族里最贵 最豪华也最运动的车 如果你对这台车比较感兴趣 不妨等待今年的北京车站